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香港發生了一宗謀殺案,在大角咀發生的 一名交由一對夫婦所扣管的姓鄭3個月大的BB 在13日晚凌晨昏迷送院不治,身體多處瘀傷及灼傷 警方調查後拘捕了35歲姓葉的南保安人 和她24歲姓林的妻子,兩個人涉嫌謀殺、扣查 姓鄭的親生父母也回到現場拜祭忘儀 她的母親說月頭有份新的工作分身不到 把兒子交給被捕的女子照顧 楊對方說本性善良,但她的老公曾經涉嫌毒留兒子在家向她動操,後悔不應該給她抽 根據香港01那邊的報道,就說這個小朋友在5月出生 當時這兩夫婦還未結婚,起初兩人未有工作做都可以照顧小朋友 但由於在今個月頭,兩個人都找到一份倉務員工,未能照顧小朋友 所以將小朋友交給雙識十幾年的被捕女子,代為照顧 每個月亦給她一千元 這個BB的媽媽表示,她同女性朋友早年在電視台做臨時演員時相識 認為這個女性朋友本性善良,又懂得照顧小朋友 但這個女性朋友曾經透露她的老公曾經對小朋友動操,又留了小朋友在家裡 但是這個女性朋友表示,會幫她好好的照顧小朋友,會好疼她 所以這個BB的媽媽就將小朋友繼續交給兩個人暫時托管 將小朋友交給兩個人之後,這個BB的媽媽就說 平時每逢星期日放假都會去探兒子一次,但未有發現兒子身上有異樣和傷痕 但感覺兒子哭得多了,但是就哭完睡覺了,直至去到事發當晚 這對夫婦就突然打給BB的媽媽,就說男嬰不省人事 就去到昨天的凌晨三點就已經宣告死亡 BB的媽媽就好後悔給兒子她臭,她說不應該是給她臭的 而其實看回這個個案,BB的親生父親也是26歲 親生媽媽就24歲 其實這單案件我這樣看都真是好可憐的 一個三個月大的BB就被人當人球踢來踢去 就算是自己親生的爸爸媽媽,都只能夠一個月去看她一次 其實是好可憐的 亦都是反映到現在這個社會的生存壓力是非常之大 如果兩個人父母都是要出生去做事的話 基本上你是要另外找人去照顧小朋友的 如果你照顧不到小朋友的話,可能你是兩頭不到岸 第一,你找不到生活費,可能連奶粉錢也都買不到 另外,如果你是找人或者請工人去照顧小朋友的話 可能你那個費用亦都是不小的,你始終是有個支出在那裡 所以現在這個可以講得上,除了是慘劇之外 亦都是社會問題來的,為何是會虐待到一個BB就這樣去了呢? 我不明白咯,如果這單案有新的資訊的話 同大家再更新啦,我們今集同大家睇到這裏先啦 大家有什麼想講,下篇留個言,我們下集再見啦! 拜拜!